Hello 大家好,歡迎回來收看Terry求生紀錄片 你們正在收看的是2021年的第一條新影片 首先跟大家說一聲 Happy New Year 在去年2020年尾的時候 我拍了四條關於離岸戶口的影片 我真的完全沒想過有這麼多觀看次數 還有有這麼多觀眾留言問一下戶口怎麼搞 為了答謝各位觀眾的支持 我已經120%回答所有問題了 真的老套一點也要說一句 多謝各位觀眾的支持 如果沒有你們 我的訂閱數也不會翻到雙倍 不過看我自己的滑雪片 以及之前的獨油東京特輯 其實觀看次數一直都沒有增長過 現在已經2021年了 我相信大家手上 至少至少有一個或以上的離岸戶口 下一個步驟要做的 就是要想想如何兌換英鎊 話說在半個月之前 我拍片搜集資料的時候 就手行在10.3多的時候 就兌換了一次英鎊 直到我剪片的時候 已經去到10.5多了 然後有幾天還要爆升到10.6多了 在那時候我隔了價之後 我最後選了Transferwise 去兌換我第一次的英鎊 因為那時候我也是用別人的優惠碼 去申請我這個Transferwise的帳戶口 在第一次匯錢的時候 他免了頭5000元港幣的手續費 但我那時候就很傻傻傻的 只兌換了2000元港幣 真的很後悔當時為什麼兌換得這麼少 這次真的輪到我掉了優惠 在一會兒看完這個教學之後 如果你覺得Transferwise不錯 又適合自己用的話 就記得用我的邀請碼去申請 放在下面 大家記住在開戶的時候 一定要選回英國 因為暫時只有外國才可以開到Borderless Account 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可以讓你在這些國家裡面 開一個屬於你自己的當地的戶口號碼 不過這個戶口 就只可以收錢和賺錢出去 我覺得它是一個類似電子錢包的玩法 它不是一個傳統銀行戶口 所以它是沒有存款保障的 千萬不要放身家 不過如果來到2021年 你還沒有任何一個離岸戶口的話 我就建議你開一個Transferwise戶口 然後再搞一張Debit Card旁一身 我就反過來 申請了Expat和UK之後 才回來搞這一張卡 不過如果你開戶口的時候 選了香港的話 那你就糟糕了 因為它只有匯款功能 就不可以存錢進去裡面 也不可以申請那張Debit Card 那你就可以用我的邀請碼 重新開一個新的 不過如果你不介意只有匯款功能的話 那你也可以繼續用你的香港的戶口 也沒問題 那我現在就示範一次 如何用Transferwise 去轉英鎊給自己的離岸戶口 那我今次就會用英國匯豐的戶口來示範 如果你們是用Expat 或者其他英國的離岸戶口 都是沒問題的 但是你不可以用香港的銀行 去接受這一筆 心對匯回來的英鎊 因為它背後的運作原理 跟正常的匯款是不同的 那我就弄了一張很簡單的圖 給大家參考一下 它只不過是在香港收了你的一筆港幣 然後做中間人 賺了你的兌換差價 然後在英國的銀行拿另一塊錢 進回英鎊去你的離岸戶口 簡單來說 它只不過是在英國那裡 做了一次免費的本地銀行轉賬 其實你那塊錢根本從來沒有離開過香港 不知道大家看完這張圖之後 會不會對它的了解會多一些呢 好啦 那我們現在可以開始實戰了 首先選你自己的離岸戶口 來到下一頁 看起來就很複雜 其實就很簡單 首先我們要選回匯出的貨幣 它只收這些指定的貨幣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選港幣 因為那時候我是第一次用TransferWise 去兌換外幣 所以頭的5000元港幣 其實是豁免手續費的 因為當日我覺得匯率不是太好 所以我就隨便賺了2000元港幣就算了 在我沒有賺過3000元的情況下 其實手續費只不過是賺少了10多元 但是最慘的問題就是 英鎊連續升了幾個月 這裡就不止那10多元 所以如果你們遇到適合心水的匯率 那就記住賺盡5000元港幣 下一步就是確認資料 要看看你的金額和匯率是否正確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就可以選選你的付款方法 雖然它有Credit Card和Debit Card給你選擇 如果你的電話App裡面選付款 還會有Apple Pay給你選擇 但是它其實是要收手續費的 只不過是第一次豁免了給你 既然香港有轉數快免費轉賬 所以我建議大家都是用香港銀行轉賬過去 我們現在就可以進入自己的Online Banking 在我這次的示範 都是用匯豐來做轉賬 因為我這次的轉賬金額 只不過是2000元 連這個未登記第三方轉賬的1萬元上限都未爆 所以這次就這樣進入它的電郵地址 就可以用轉數快射錢過去 如果你們的匯款金額超過1萬元的話 就要在你們的銀行登記第三方轉賬授權 我相信大家都懂得搞 加完之後 大概等一至兩個工作天之後 就會看到 我先戴回頭盔 如果你用來抄考沒問題 加進去你的銀行戶口裡面都可以 唯獨是在你轉錢的時候 就要留意 究竟是不是真的這個DBS戶口呢 因為我不知道TransferRise 在香港有多少個收款戶口 可能有機會看到你太帥氣 分配你去第二個戶口收款都不出奇 如果你真的這麼不幸運 轉錯了錢的話 就千萬不要回來找我 我是不會負責任的 在你們過完數以外 就記住截圖 然後進去TransferRise 都說我已經完成轉賬 可能我這次兌換的英鎊實就太少了 不用兩分鐘就已經完成了 過去地球的另一邊 英國匯豐銀行 好了 轉錢就這麼簡單 如果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問我 然後我就幫大家試了這張UK Debit Card 在匯豐桂圓機裡 究竟有沒有看到我剛剛轉過去的英鎊呢 沒錯 它是會看到存款結餘的 它就會把英鎊轉為等值的港幣顯示給你看 我之前就在網上銀行轉了少少英鎊 過去Expets那一邊 然後試了它那張Debit Card 都一樣是看到存款結餘的 但我就沒有試過按錢 廢話是浪費我的手續費 其實你們聽了幾集的TransferRise的好處 你不會以為我幫它買廣告吧 那你們就猜錯了 一間跨國的公司 怎麼會找些4000人訂閱的頻道去賣廣告呢 是這樣的 我現在就準備踩它一腳 那我就幫大家做了一個格價表出來 在沒有任何優惠情況下 它又未必算是最划算 但又不算是最差 最主要都是看你有什麼銀行可以去唱英鎊 在我的例子裡面 竟然在恆生銀行裡面是排第一 然後第二名是HSBC UK 我真的猜不到 然後第三名才到TransferRise 但我想在這裡提醒大家 恆生那邊是不能免費轉錢去英國離岸戶口那邊 你是要另外付電匯費用的 因為在匯豐環球免手續費轉帳的優勢底下 所以在這個例子裡面 是HSBC UK 勝出 我看恆生和 UK 的匯率好像也不錯 那我就不如直接用這兩間來做比較 忘記戴上頭盔 這個格價表其實是用來參考一下 大家記住在轉外幣之前要自己格價一次 這次的格價範圍就會比較闊 由2000元開始 10萬元 10萬元 100萬 200萬 大家可能在其他地方都聽過了 TransferRise 在小面額的兌換外幣方面會有優勢 在這個表裡面也反映了 10萬元以內 它真的贏了 雖然贏了幾十元 但也是錢 但當兌換面額去到20萬至40萬的時候 竟然恆生銀行 扣除電匯費用後 竟然排了第一 我真的完全猜不到 但大家可以看清楚 HSBC UK那邊的匯率都不差 當兌換額去到50萬之後 優勢就開始出來了 在我做完這麼無聊的格價表之後 我就想收回這句話 眾所知 HSBC HK的匯率一向都是最低的 但又有誰猜到 在HSBC UK入面對英鎊 匯率竟然是不差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除了Transferwise和銀行之間的 泰利瑪瑪的抉擇之外 還有一間叫IB的證券公司 在它那裡抹外幣是最低的 基本上除了專業的投資者之外 都不會有普通的人在裡面開戶口 除非可能或者 唯獨是準備轉一次外幣 然後取消戶口的人 但我就不建議這樣做 因為隨時會被人列入黑名單 雖然我沒有戶口示範給大家看 不過作為一個好奇心極重的雙子泰利碼 我當然就開了一個免費戶口 幫大家進去試試 我就問問叮噹 借了一部時光機 穿越了回到2020年12月31日 在我做這個格價表那一陣時 但現在就不可能 完全合得到IB兌換英鎊的時間和價位 所以我現在只可以選一個 大概差不多的價位 出來做個比較表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將IB一拍下去看 根本他的匯價是完全吊打了所有的對手 基本上剛才的10分鐘廢話 你們可以當完全沒有聽過 那究竟在IB那裡唱英榜 會多了多少錢出來呢 那我就簡單弄了個表出來給大家看看 不過先說明 這個表只是可以用來參考一下 不過無論我這個表的準確性有多高 他都是贏了所有的對手 差在是贏了多少條街 還有你值不值得花那麼多功夫 在他那裡兌換英榜 那如果你說要整副身家丟掉下去 轉做英榜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考慮一下在IB那裡開發的戶口 那我就上網做了資料搜集 分享給大家 那他就要收月費的 10元美金一個月 而且他不是離岸戶口 即是會把錢又放回香港 如果你這樣都覺得沒問題的話 那你就可以放些錢進去 那港幣呢 就是用轉數塊免費轉錢進去 如果你是其他貨幣的話 譬如美金那樣 就要用電匯的了 那等一會之後 IB就會收到你的那筆錢 那你就可以去兌外幣了 那近期的英榜的匯率都挺貴的 那你那塊錢可能要放回一排 等到合心水才去兌換 那其實裡面兌換內幣就很簡單 一分鐘都不用就完成了 其實等得最久的 就是開戶口 以及過錢的動作 是等得最久的 那接著下一個步驟 那當然是拿錢 那怎樣拿錢呢 就非常之簡單 那你就在IB裡面填錶做電匯 那接著就可以射到你的離岸戶口那裡 那我聽人說 快側就三五七天 就應該差不多去到你的戶口那裡 那在IB裡面兌換外幣的流程 大致上就是差不多了 那用不用就由你自己去決定了 譬如像我這樣 我本身就是沒有IB戶口的 那究竟值不值得用10元的美金 去養住一個IB戶口呢 雖然說在IB裡面買賣股票 所收的佣金可以拿來抵消一個月費而已 但是我本身就是沒有怎樣玩港股的 最多都是在YouTube這裡說故事給大家聽 而我本身就是用FreshTrade的 美國離岸證券戶口來買賣美股的了 那沒理由又將那筆原本離岸的資金 搬回來香港IB戶口的嘛 可能大家和我都會想到同一樣東西 就是立即兌換英鎊 然後再馬上射回去英國匯豐 或者其他的離岸戶口 沒錯 你的而且確是可以這樣做的 那你的資金又會回到一個安全的地方了 但是IB戶口問題就根本沒有解決過 那最後的結論呢 都是那一句了 那些錢是你自己的 用哪一種方法去兌換英鎊呢 就交給你自己的決定了 我就給不到任何的意見了 正所謂做人最重要是有夢想 我現在就有一個正在幻想的計劃 但是不知道可不可行的 不如大家幫我參詳一下 首先第一筆的生活費 就用Transferwise去兌換英鎊 然後去到英國那裡住了一段時間 就有住址和身份證明 到時再在英國申請IB戶口 不知道這樣又行不行呢 接著我就可以將First Trade的美金和美股 轉到英國IB那一邊 到時我就可以長期保持一個英國IB戶口 然後喜歡什麼時候兌換外幣 就什麼時候兌換英鎊 有空兌換美金又行 然後錢又是離岸的 那就解決了所有問題了 先打開頭盔 我剛剛說的東西 全部都是9UP的 未經過實際測試 千萬不要用來做參考 我們今集就來到這裡了 在下一集我會再講一下 HSBC UK裡面的東西 你們就要留意下一集 如果你覺得我拍的影片不錯 又幫到你的話 那就記得按訂閱鍵 如果你們有問題想問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們今集就來到這裡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各位觀眾